今天的挑战是使用W1钢材 打造一把蟒骑兵团的暴衣猎刀 本次比赛将限定所有选手只能打造暴衣刀 成品将进行砍路角和劝退鱼的测试 时间为三小时 单直接拿出了游标卡尺进行测量 展现了学院派选手的专业水准 他们直接开始画出草图 材料处理相对顺利 但要完美复刻仍有一些麻烦 乔子细量了一下材料后 直接切除了一部分 但还有评委提醒他宽度似乎不够 安德鲁则更加注重材料的宽度 在动力锤完成了延展工作后 他开始进行塑形 约翰看起来是有样学样 同样在动力锤的帮助下完成了大部分工作 过了一个小时 单在进行塑形时发现刀子上有冷断的痕迹 于是他拿出了角膜机准备先打磨一下 评委肯德基时而友善 时而冷漠的表情让选手们心里有些忐忑不安 乔许快要完成塑行了 突然意识到刀子的宽度可能有要求 幸运的是 他及时发现并立即跑去动力锤继续拉宽刀子 尽管尺寸符合要求 但刀子变得更薄了 这并不是一个好现象 约翰觉得自己的刀子有点太长 于是在切割刀尖时失手切得太多 评委觉得他有些粗心 竟然在切割之前没有进行测量 工程师丹此时已经完成了塑形打磨 开始对刀刃进行加热 看来他准备对刀刃进行局部脆磨 安德鲁将之前切除的材料进行了脆磨实验 然后将刀片放进熔炉开始加热 他经过热处理后效果还不错 时间不多 约翰也完成了脆磨 不过看着刀子温度好像不高的样子 乔许最后完成了脆磨 时间到开始验刀 经过审视 今天又三把刀子不符合要求 只有单一人完成了刀子 有点尴尬 约翰的刀子被自己切断了 安德鲁的刀子却超过了要求尺寸 乔许的刀子宽度不够 三位不符合要求的刀子将进行突然死亡赛 坎罗帽三次受损 最严重的直接淘汰 首先是约翰 刀子完好 没有受损 然后是安德鲁 刀刃没有受损 不过刀柄在第二下直接断掉 下面就看乔许能否撑过两下 两下过后 刀子没有任何受损 安德鲁的刀子完成度不错 可惜了 剩下的选手进入第二回合 这回直接指定了柄才为水牛角 还要加上是纹内衬和突出的圆形护手 三小时的时间 装饰要求更高更难了 不过好在参数不再强制要求了 但再次拿出了自己的游标卡尺 这是要将精准进行到底了 一小时的时间 三人都在进行打磨工作 制作护手也是一个比较费时的事情 一旦尺寸有偏差 要么放不上刀子 要么就会松动 约翰在切黄铜的时候又切多了 只有半小时的时间了 又得重来 乔许的护手出现了松动 直接钻孔上了插销 他然后上了很多的树枝进行粘接 还有15分钟 单已经开始进行最后的打磨了 约翰才将刀柄固定 等待树枝凝固 时间到 开始测试 强度测试 大立本砍路角 首先是单 刀刃很完美 没有受损 不过刀柄跑了小次出来 然后是约翰 护手很松 刀子出现了卷刃 最后是乔许 护手有很明显的缝隙 不过刀刃保持了完好 今天又到了三文鱼的季节 狗哥耍帅时间 首先是单 刀子很锋利 不过护手处理的不够光滑 然后是约翰 最后的部分因为刀面不够没有切开 整体切割还是没问题的 最后是乔许 刀柄的安装有点错位 对刀子的操控有点影响 不过刀刃还是很锋利的 经过四大恶人的评议 最终约翰因为唯一在强度测试中受损的刀子 被淘汰了 本期的终极对决克里希马德里剑 克里希马德里剑是一种独特的决斗剑 在17世纪末期很受欢迎 它是乔治华盛顿最喜欢的刀种 有较宽的剑身 急速缩小至剑肩 这样的结构可以准确地进行穿刺攻击 选手将有五天时间完成制作 赢得一万刀 回到攻防 这把剑结构有点超纲 独特的三花剑设计 乔许先认真地做了下功课 选择了整纲进行制作 丹这边的攻防环境挺不错嘛 不过刚开工就没气了 买个气到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也是够远的 第二天乔许完成了塑形开始打磨了 结果直接把剑都磨穿了 他在焊接的时候直接把洞龙的更大了 你这焊弓等级有点低吗 重来吧 可能还是好事 第三天丹也开始打磨了 结果研磨机又坏了 还真的捉弄人 他又得出去采购了 第四天乔许完成了第二把剑 开始进行组装 他居然直接用枪管做了护手 是不是奢侈了一点 第五天丹也开始进行最后的组装 他花了不少时间在装饰上 最后才想起来还没有开刃 回到演播室 我们来看成品 首先是丹 80CRV二缸制作 大马士格的护手 做了木木金的装饰 然后是乔许 5160缸锻造 枪管的装饰 整体好像有点不是很值的样子 接下来狗哥登场 开始杀戮测试 首先是乔许 狗哥表情猙獰 整体平衡做得不错 握把也很合适 做得不错 然后是丹 被二师兄一顿刮杀 穿刺还行 剑刃就不太锋利了 而且还出现了弯曲 强度测试 肯德基砍木墙 首先是乔许 除了握把上有一些 没有必要的突击 其他都还不错 剑身弹性十足 然后是丹 热处理没有做好 出现了严重的弯曲 锋利度测试 狗哥切纱带 首先是乔许 耍帅成功 剑很锋利 狗哥玩得很开心 但是拿起丹的剑后 狗哥很为难 这弯的没法施展了 他直接拒绝了测试 但直接被淘汰了 感觉工程师有点可惜了 在决赛出现了大问题 看来还是5160缸比较稳当 断刀大赛第6级第5级 今天的材料依然是一大桌子 选手又要做难缠的大马金属罐了 各种材料应有尽有 任君选择 锻造要求选手从中选择至少4种材料 成品将进行油漆桶和切水果的测试 3小时的锻造时间 布莱恩加了很多修正液 然后认真地清理了材料 牧师做事情还是挺细致的 狗哥的修正液还没有干 就直接开始装材料了 难怪他之前做金属罐都没有成功过 艾瑞克在焊接金属罐的时候 把焊枪都弄坏了 看来他不太擅长焊接技术吗 时间一晃 又到了开罐时间 布莱恩一压缩 罐子直接裂开了 内部的钢匹很熔炼的很不错 他轻轻地敲几下 罐子就脱离了 看来前期的工作没白费 不拔打开自己的罐子 钢匹还没有成型 盖子却已经破坏了 喜闻乐见的开罐失败 他只能开始重做 接着艾瑞克的罐子打开 也是没有断接成功 他打算直接将钢匹切开再断接 狄克这边由于改正液没干 就装了材料 开罐的时候 他直接将钢匹敲成了两段 一半时间过去 三位选手金属罐失败 布莱恩则是悠闲地开始做热循环了 牧师发挥很稳 已经领先全场 完成热循环后进行了脆火 布巴这时候也开始进行塑形了 一边的艾瑞克就有点郁闷了 他将没有成型的钢匹重新断接 也是没有成功 狄克第二个罐子没有进行剔除 打算直接打磨 于是成型后 他直接进行了脆火 布巴也紧随其后 艾瑞克在结束前还是完成了脆火 时间到 开始验刀 首先是布巴 第二个金属罐还算比较顺利 断接的也很牢固 然后是布莱恩 刀子形状挺特别 但是乔曲也是很明显 然后是狄克 完成度还不错 刀柄有点偏小 最后是艾瑞克 这是一块脆皮炸鸡吧 这和发型有的一拼了 这没啥好说的了 彭克南首先离开了 第二回合完成修复并制作刀柄 三小时的制作时间 布巴的打磨工作不少 布莱恩要矫正刀子的桥区问题 时间过去一小时 布巴为了节省时间 直接焊接了护手 这焊接的风险可有点大 迪克的刀柄连接有点窄 选择制作一个比较厚实的护手 时间还剩最后一小时 布巴拿出了散绳 他怕自己的刀子钻孔坏掉 直接打算编织了 布莱恩已经开始进行最后的打磨了 手毛在不断地减少 时间到 开始测试 大力本砍油7桶 首先是布莱恩 刀子很稳固 没有任何受损 然后是迪克 刀子依然很锋利 不过刀柄有点偏小 最后是布巴 这期的道具反伤有点厉害 鞋子可是毁了 刀刃出现了卷曲 接下来肯德基削苹果 首先是布莱恩 苹果基本全部切掉 不过刀刃的后半部分不是非常的锋利 然后是迪克 刀子出现了向上的偏移 没有全部切掉 最后是布巴 苹果还是切开了 不过有不少是撕裂的伤害 经过平易 最终布巴因为在强度测试中 受损最严重被淘汰了 本期的决赛武器 奥匈帝国青旗兵军刀 奥匈帝国青旗兵军刀是一把快捷的致命武器 是15世纪的青旗兵的军刀 骑兵军刀源自土耳其和波斯 他可以快速地进行挥砍 进行突击和破坏敌军阵型 选手将有4天时间完成制作 回到工房 穆斯布莱恩从来没怎么做过这么长的刀子 他在锻造中遇到了不少的问题 第一天也只是粗略地做出了刀片 迪克这边搞了一大块钢材 他又没有动力设备 还好年轻力胜 刀片还是基本完成了 第二天 布莱恩做了三次热循环后 开始进行脆火了 他取出刀子后的大火球 差点把房顶都给点了 第三天迪克完成了刀片 进度还不错 开始制作刀柄 第四天布莱恩开始制作装饰了 果然是战斗牧师 掀切了两个十字架 这个磨刀的姿势可有点憋屈 迪克也在持续制作了三个握把后 才满意地组装了刀子 回到演播室 我们来看成品 首先是布莱恩 5160缸锻造真皮握把 加上牧师的附魔 然后是迪克 也是5160缸制作 整体的弧度很漂亮 狗哥杀戮时间 首先是牧师 劈砍的感觉很好 重量比较轻 收刀要费力一点 然后是迪克 刀子整体的配重比较平衡 刀子切割也是没有问题 强度测试 肯德基砍矛盾 刀子很稳固 但是刀柄会伤到使用者 怒师的附魔有点问题啊 然后是迪克 刀子还是原封不动 使用也很舒适 锋利度测试 切皮革 首先是布莱恩 切割皮革还是很轻松的 然后是迪克 有点尴尬 虽然能切开 但是切得并不深 最后一天他做了几个刀柄 没有好好打磨 经过平衡 迪克还是获得了冠军 刀部锋利可以磨 伤到使用者可是大忌